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这次和大家讲解的疗剂 就叫做木闻响尾蛇 木闻响尾蛇 学名叫Crotagus Horidus C-R-O-T-A-L-U-S H-O-R-R-I-D-U-S Coretus Horidus 英文叫做Rattlesnake 即响尾蛇 木闻响尾蛇 好了 大家知道 在同学疗法 很多疗剂 都是蛇毒 做出来的 其实每一种蛇毒 都有它的治疗应用之处 有它的特征 例如木闻响尾蛇 Critagus 通常是流血性的症状 蛇都有流血出血的症状 不过它流血的性质 牧民响尾蛇的血是很液体性的流血 通常皮肤是大黄 很多时候可以用黄烟病加上套黑血 或者白喉的流鼻血 亦是应用牧民响尾蛇 大家可能已经熟悉了 Narja 叫眼颈蛇毒 眼颈蛇毒的症状 眼颈蛇毒的症状 通常血液会变成条状 这就是Narja 眼颈蛇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Lecasus 南美蛇毒 南美蛇毒 ELAPS 这就是珊瑚蛇 珊瑚蛇通常是应用在一些出血的地方 是耳孔出血 耳道出血 以及在右边的肺的问题 这个就是珊瑚蛇应用的地方 这次介绍牧民舍梅蛇 还有一个症状应用的地方 它有很多会脱皮 会脱皮脱得很厉害 什么情况之下 例如有时候出现一些恶性的星红热 Scarlatina 这些恶性的星红热 口罕是灰烂得很厉害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考虑用牧民响尾蛇 好了 牧民响尾蛇主要是一个右边症状的蓝尾蛇毒 蓝尾蛇毒 蓝尾蛇毒大家比较熟悉 比较常用 很多人都会认识 蓝尾蛇毒 而牧民响尾蛇 蓝尾蛇毒 帮助你记忆 就当它是一种 右边症状的蓝尾蛇毒 右边的 即是它的症状 很多时候是右边差点 这种牧民响尾蛇 我们主要应用的地方 都是几度 其中一个就是对那些 尾蛇的肝功能的退化 即是肝已经衰竭了 去到尾蛇的了 出现一种的症状 我们叫做肝炎性的脳炎 Hepatic encephalopathy 就是肝炎 肝性的退化 导致的脳炎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见到的症状 通常他们会有些疯疯癫癫 有发疯的症状 还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犬吠的声音 大声尖叫 大声尾蛇的症状 有很多妄想 有很多幻觉 而肝是一直退化的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试一试 牧民响尾蛇 当然你可能会试试 蚝蚝蛇毒 大蚝蛇毒 效果一般 那你就可以试牧民响尾蛇 那你知道肝 肝是在身体的右方 比较多些 所以是右边的毛病 的疗剂 好了 还有一个应用地方 就是在黄烈病 Yellow fever 有些人有出现黄烈病 的疫苗注射 是身体出现问题的 那这种情况 都可以用牧民响尾蛇 Crotagus horitis 解除了这个问题 所以记住 所有蛇毒的 通常都有倾向流血 譬如血的问题 血有病 这些这样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疗剂 通常跟肝的问题 和黄胆是有关的 那它还可以处理一种 譬如右边性的 严重的头痛 有些右眼上方的头痛 跟着加上高烧 跟着加上 整身皮肤出现斑块的红点 就是斑点 就是有皮下有出血 那如果那个人呢 同时有发烧 跟着晨昏煎雨 一瞬间昏迷 然后进出出入入 晨迷又醒下 又昏迷醒下 那我通常呢 就觉得这种 叫做恶性的发烧 Malignant fever 那也都有些人呢 就有这种这样的 所谓那个斑 那个血斑 Propora hemorrhagica 是斑化皮下的斑点的流血 那所以呢 你遇到这个的流血 斑化流血 右边的那些血是黑色的 或者黄热病 神昏煎雨 都是想这个的 那当然呢 有其他流血的症状 又流的那些是黑血 那的症状 譬如伊波拉 伊波拉 一个出血症状 和那个黑死病 Bubonic plague 都是这一类这样的症状 那这个的木纹响尾蛇 都可以应用在这些地方的 那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那个中风 那大家知道了 那我们常用的中风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出现那个 一边的痰痪 那如果你发现呢 中风之后出现的痰痪 是右边的身呢 那我们就会考虑这个 木纹响尾蛇 如果是左边的痰痪呢 我们通常呢 就会用那个 南美蛇毒 Lecasus这方面的 那大家可能也都记得 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是阿圣纳 Corsicum 阿圣纳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是用在那个 那个 中风的问题 尤其是中风之后呢 出现那个 那个痰痪的 OK 那通常呢 阿圣纳呢 通常是出现中风啦 如果你的血压仍然 就非常之高啦 那同时呢 就 你就会想到 那个 那个 阿圣纳 的痰痪 和那个 那个 就是 不懂得说话 这个就是 Corsicum 但是如果你是 痰痪是右边 但是呢 是个人很软弱 还有很多血的问题 还有肝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 木纹响尾蛇啦 OK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这么多先 袁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 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详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